第一,我們看回包圍其實都是同一個老闆開的一個媒體 大家看到於品海本身這幾年的媒體 第一,因為其實他都辦不到中立 他都是大公文會那檔次的 只不過是高級紅的 所以基本上香港都沒什麼人看香港01 當時可能在街上派 派就可能有人看而已 那包九屎都要把紙都陷入 但實際上香港根本都沒有讀寫 所以據聞都好像是30多億 這個都很誇張的一個數字 所以你說這些媒體 他出紙印紙都沒有錢賺 甚至我自己上網都不會訂去那些頻道 或者不會訂去那些頻道的 就是集他杯葛的 那他哪有錢來的? 那些錢都是其實上面崩水 你上面崩水說得具體一點 他舉一些就是可能這個習近平啊 比較有朋友的一些有錢人 或者一些商人去捐錢而已 或者真的叫做 真是叫做 真是叫做扔心口給錢 那香港的說法就是 那些黑暴捐錢給一些社群這樣說 如果用回香港國安辦的說法 那就 但是坦白說 長貧難顧啦 第一樣東西 那未長期那個企業 你難道黑大手板 很刻意這樣問人 就是賺錢 介紹經營什麼 第一樣東西 那第二樣東西 就是說 你那些水喉遲早有一天會生 他自己也沒有錢嘛 他自己也沒有錢嘛 那他為什麼還有錢捐給香港01 香港捐給多維集團 捐給玉品海呢 那所以 就是香港 就是這一次 就是 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就是 多維 就是 整個作為中國官方喉舌的 一個 一個媒體關費 純然都是一個 就是在一個 傳媒行動之下 唯一做的決定 那坦白說 就是 你在香港基本上 你基本上 全部的一些主流媒體 都是不可以信 或者甚至是 都是不同程度的一些 喉舌啊 大外宣告方面 那你都相信 就是 你說 有一些機構就沒得選 你學校啊 公營機構 就局著 訂這個明報 訂星島啊 chip些就訂 達公文貴而已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找鬼看什麼 那難道你給錢 買報紙包狗屎 包狗屎啊 這樣就不免了 那所以就 就是說 你說是不是跟權財有關 就 20大之前 那當然有很多揣測的 有些風吹是很少的 但是在任何揣測之前 都要理解一下 就是說 究竟那個 那樣東西消失 究竟實際上的原因會是怎樣 那你看到01 或者甚至多 就是01 會不會倒 那麼 這個也都 大家可以觀察 那你一件事就是說 就是 因為01本身呢 其實你說它放假消息也好 或者放真消息也好 但是最起碼一件事就是說 作為你現在中國政治氣候 或者中國政治方向 特別是對香港政策的方向 仍然就一定參考價值 那所以 就是它作假也要 作古製的話呢 那其實它作真作假 作為我們這些研究 中國研究 香港研究的人 就是 你擔心不動 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你除非 你做什麼 做又死 不做又死 你做又被人揭穿 底牌 你不做又被人揭穿 你的底牌 那 都要做的啦 你收一錢要做事嘛 坦白說 所以就是 反而我會覺得之前 主持說到就是 你全不同的特首人選 那有一個說法就是假消息 那另一個說法反而就是 其實大家都發現到 就是原來習近平沒有人家 沒得在生態裡面 特別在香港 就 基本上 如果你說有些人生的 已經看完一些海外媒體 看這個媒體 看銀行的媒體的啦 那就是你要接收一些真正信息 或者甚至一些 具有一個尖銳 批判 分析 和動見 那都不會再看香港那些媒體的啦 都可以接收的啦 那不要浪費大家的錢啦 那這方面 那最後就是 當然我也提到一件事啦 那就是 你如果說到權鬥 那反而很多 反而譬如說 有一些譬如說 民居正 都有說到就是說 反而現在對上海的抗疫呢 正正有可能有一些說法 會不會是上海幫 利用所謂這個抗疫 激發起這個上海人 和這個北京政府的困困呢 是令到他能夠在政治鬥中裡面 是拿到一些本錢 或者一些資源呢 是令到習近平面對那個壓力越大 那反而 可能這個套路呢 是更加能夠理解到就是說 就是說究竟現在 抗疫變擴疫 甚至抗疫變權鬥 本身整個政治 政治發展背後的那個狀況 實際上會是怎樣的 對於這些廢人說話 我就沒有理會 有就不用理會 就是說 你好像有飯吃 那不用理會你了 你餓死不關我事 我當你有飯吃 有就當是 對不對 我覺得 我就說 我已經發達了 但是為什麼 不用做訪問呢 不用做呢 那就是 反而我覺得挺有趣 就是說 現在正在那一段 歲月裡面 林鄭月娥和李家超之間 究竟會不會有進一步的一些角力 譬如以林鄭月娥本身的性格 那又不認輸啊 那 一個很打單的人 結果被一個 就是被一個 很多人打倒了 打倒了 打爆了 那林鄭月娥 你會看到在這個 就是 無線 和這些 就是中國媒體搞一些 音樂節目裡面 突然間 插入式 這樣去 就是出現 整個 苦瓜乾 那樣 就是那個樣子 西口西面 就是 見到行衰運 那些情況 那就是 你會看到林鄭冊 在這個情況 都很嚴重 那當然 大家都很關心 林鄭月娥 7月1日之後 究竟會被人拘捕啊 究竟被人逼迫回大陸 長期居住 永遠回不來香港 他跟老公 會不會陰陽相隔 他跟他倆 是否這輩子都見不到啊 那 這件事大家 立刻觀察 那你知道了 做得說是 多遊報應是十分正常的 那接著去到李家超 當然李家超以為自己 坦白說李家超 他做紀律部隊出身而已 但是他不是擁有紀律部隊嘛 那會過來講 如果你李家超 去到 不要說做滿五年了 那很多人都說他五年都未必做滿了 那如果你說 基本上 你現在整個 就是大陸的政治體系 已經是插了針在香港的 就是可能是 國安辦啊 警隊啊 各方面啊 那到時 你警隊裡面之後 有一些 就是聽 幕後上司 就是來自中華上司的話 那坦白說 你李家超 借你李家超的學學 是因為 你肯 爬義氣 你被人制裁 你做特首的嘛 剛才你節目提過那些 就是假新聞裡面的那些候選人啊 又有陳馮富珍啊 又有這個 就是李小佳啊 又有這個 就是陳茂波啊 又有這個 就是 葉劉金家茂啦 就是等等那些人 那問題去到一樣東西就是說 喂 你做特首被 美國制裁啊 你做不做啊 那當然不做啦 先去吧 嚴命長嗎 各方面 那茶屎美麟 就在一個 各方面 那所以 外國 就賺錢而已 如果外國 搞到他連帳卡 又用不了銀行 那突然間就不愛國的啦 突然間就變 賣國叛國的啦 那這樣 那所以 就是 都看回 就是 言論自由 那坦白說 可能現在 香港唯一的言論自由 就是 我仍然不需要用VPN上網 可以看我們這個節目 繼續 就是我覺得 我不需要罵政府的啦 就是我也是幫政府 批這條命 你究竟還有多久的命啊 你怎麼死啊 你死的時候 痛不痛苦啊 那方面而已 但是 就是 你扭開電視 你還看無線嗎 你看無線 不如打爆電視機啦 你再看報紙 你真的念錢聲 念錢聲 用不完那些錢嗎 那你不如用那些錢 儲一下錢 其餘時間就更好了 謝謝 謝謝